Hello大家好,我是Grace 今天呢来给大家继续聊一聊阿联酋的一个疫情的现状 截至今天4月21号为止 阿联酋的新增是484例 总数已经突破了7000人 今天呢我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还在想 为什么大家都已经在家隔离了一个月 那么阿联酋的这个新增还是居高不下 后来我同事出门办公 然后在大街上给我拍了一些视频 我算是明白了 就是大街上的车辆其实也并没有减少太多 很多人还是要出去工作出去办事的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为什么阿联酋做不到像我们中国那样 就是完全的停工 就是可以做到大街上没有什么人 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其实还是相对雄厚的 而且我们国家的产业比较多样化 就是基本上任何产业都会有一点 然后呢整个的经济还是相对要比 抗打压性还是相对要强一些 但是阿联酋就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经济各方面没有那么多样化 然后很多产业如果是停工的话 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失业 甚至造成一个这个社会的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说我觉得阿联酋的抗疫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 那么说到迪拜的抗疫工作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创意 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把这个最大的会展中心 迪拜世贸中心建成方舱医院 这个其实也是跟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的 那么近两天迪拜王储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那个最帅的那个王储 还有另外一位王子叫曼苏尔 他们都有去参观这个方舱医院的建设 应该是这个礼拜差不多可以建成 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就是 昨天迪拜急救中心投入使用了一个隔离胶囊 是用来转移新冠病毒高预患者的过程当中可以完全的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 这个胶囊呢大家可以在图片看到它是一个透明的人心大小的一个胶囊 然后把重量患者放在这个胶囊里面 然后里面采用了一个负压的技术 可以保证这个患者在胶囊里面可以有氧气呼吸 同时呢是完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可以完完全全的保护我们的一个患者不要受到感染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效 写人计划的一个措施 因为医护人员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处在一个非常危险和高压的环境之下 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防护措施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最近阿联酋航空呢也给空姐换上了一套新的衣服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上空姐除了戴了护镜口罩还有手套之外 他们的这个防护服也是专门设计过的 这个防护服首先它是可以保证这个空姐的一个自身安全 还有保证乘客的安全 另外呢它是有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防护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即便在疫情的期间 也保证了空姐的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曼妙的一个形象 还有一个昨天周一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就是石油的价格创了历史新低 甚至低于了成本价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全球经济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甚至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大萧条 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那我把我先把这个迪拜和整个阿联酋分开来说 首先很多人认为迪拜它是靠石油发架的 其实不是的 迪拜它的整个的石油的储备是很低的 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石油了 那么迪拜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旅游服务业 金融业还有物流等等 因为迪拜它是在一个经济的 全球的经济枢纽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些产业其实在疫情发展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影响非常大了 有大量的旅游公司 物流公司倒闭 还有这个航空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我想说说这个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首都 那么阿布扎比其实它整个是非常富有的 因为它的石油储备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这个原油价格的下跌呢 对阿布扎比的经济影响是也是巨大的 首先会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公司倒闭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中东大土豪 迪拜大土豪一些这个阿联酋的皇室 他们手中是有大量的这个石油资产的 我们所说的石油资产并不是说 它家里有多少油田或者是有多少桶油 而是他们会有大量的石油相关的证券啊 股票啊这样的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石油的价格下跌呢 他们这个手中的石油资产是大大缩水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不由置疑新冠病毒对于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但是没有永远的繁荣也没有永远的萧条 保持积极的心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你一定会发现属于你的方向